信心依掛在藍天 再講一個偉大的科學家 叫科普勒與天體 就是星球運動的定律 我們人在地球上怎麼知道 上天上的星球是怎麼運動的呢 科普勒實在是一個大天才 是什麼樣的一個生命 歷經苦難的挫折 他非常的苦難 一輩子 依然帶著信心 盼望 依然帶著信心與盼望 他是一個很有信心的人 然後覺得上帝對他很好笑 盼望 多經過誤解與破壞 被誤解 所以有時候人被誤解一點點沒有關係 不過是給人生的調色盤 人生是多才多知道 添加了一些色彩 揮畫的更美 在 19 1598年的2月 那 科普勒呢 他怎麼了 你知道嗎 他兒子死掉 對不對 他說 他說 虛空的虛空一切都是虛空 因為他的第一個兒子停止了呼吸 1599年的冬天 他又來了 蛤 為什麼我不早點死掉呢 他的第一個女兒也死掉 以後的30年 為了信仰的緣工 因為他是基督徒 他生活很窮居 四處都顛沛流離 難道妥協一下那麼困難嗎 難道刁削過的真的帶來深刻的豐富嗎 在這個人的前面呢 所有的科學誇耀 吹牛他躲離 都要矮得半解 因為沒有一個人 膽敢 為這樣的一顆生命套上什麼狂狂 有人稱他是天文物理學之父 有人稱他是近代科學的主要電力人之一 但這都無法進寒 他用氣勢澎湃的一生 那個人在氣勢澎湃的一生 仿如大海的巨浪 撞山岸邊的圍煙 好像大海那個量 撞山岸邊那個大大的一絲 都說積極的浪泡 哇 至今仍然 剑普 坡劍普世的科學 那個科學課本上 每一個人都讀過他的 科普洛大天理運動三定律 他的父親是一個 英雄啦 但是是他的英雄 他父親呢 科普洛平常是一個早晨 他身體不太好 那個子很小 那醫學落後 科普洛的母親 就學一些草藥的知識 接一些草藥給他吃 就這樣而已 非常的窮啊 他爸爸本來是一個丁書匠 但他認為 他爸爸是一個有有無謀的人 認為打仗最能表現男子氣概 所以哪裡打仗他就跑去了 所以他打過河南內戰 修羅利托爾旗之戰 比利斯奧迪特戰 可還有 沒有戰爭日子這個男人 就他爸爸就在家裡做武器 練招式 不然就罵妻子打孩子 是一個不好的人 科普洛後來寫到 父親打孩子跟打狗沒有什麼兩樣 那後來他爸爸去義大利打仗死掉了 那科普洛有一個很偉大的媽媽 一直賣草藥吃這個家庭 7歲的時候進小學 他的成績非常好 在33歲時以第一名進入 Longburg小中學 科普洛在中學時代 他就自己這樣寫喔 使用時間最好的方法就是去解決 使用時間 時間到底幹嘛用 就是解決困難的事 在我做完一件事之前 不會再做另外一件事 在我看不完一本書之前 不會再看另外一本書 當我進行